今天啊 我的鸡啊 从我的农场那边救回来 原来它已经昏迷了 已经奄奄一息了 然后我把它用吹风机吹吹吹吹吹 吹到现在已经全干了 它就苏醒过来了 然后呢 在吹的过程苏醒过来之后呢 它 哇 它居然滚那个鸡蛋出来 屁股滚那个鸡蛋出来 哇 真的没想到 太神奇了 我救它一命 它马上回馈我一个鸡蛋 哎呀 真是太神奇了 太奇妙了 哇 真的是没想到 真的没想到 哇 真的 哇 又大又圆 哦 呵呵 呵呵 哎呀 真的是 哎呀 万物皆有灵啊 万物皆有灵性啊 哇 这个鸡也很有灵性啊 本来它原来是很笨的 就是因为笨 所以才差点死了 因为它的 我们的这些老母鸡啊 它们都在田里边 在我的那个农庄里边啊 它们晚上睡觉也好 下雨天也好 都只能 只会躲在那个草堆里边 任由那个雨淋 日晒 那么很多时候晚上下雨 下得很大 但它们也是躲在那里 任由那个雨水 淋的一声都湿透了 但是呢 每次都没事 因为那个雨虽然 经常都下得挺大 但是没有昨天晚上大 昨天晚上那个雨水啊 简直大的那个 我整个田啊 整个农庄啊 都泡满水啊 泡到那个大概最高的位置 也有30公分高 一般整体来说都有20来公分高 哎呀 他们有其中有一只泡死掉 另外一只找不到 另外一只黑母鸡找不到 不知道去哪了 然后现在剩下就两只黑母鸡 有一只死掉 一只不见了 然后剩下两只黑母鸡 还有一只新来的母鸡也没死 还有老公鸡也没死 还有两只小 那个 两只小鸡也没有死 小珍珠鸡没死 还有三只鹅也没死 现在的话损失只有一只知道死掉的老母鸡 还有另外一只不见了 哎呀 真的是太奇妙了 他居然 哈哈 就为他马上下个蛋回报我 哎呀 真好你真好 哦真好真好 乖真乖哦 哎呀很坚强 真坚强 啊 真的 挺过来啦 而且还会下蛋 真的太奇妙了 哎 哎 我还要那个今天晚上七万那个不要再下雨了 我现在在想我晚上是不是要将我的所有的那个小动物都转移到家里来 我现在已经将两只母 三只母鸡 两只母鸡一只公鸡 哦应该是三只母鸡 两只黑的一只是那个中式的 还有一只公鸡已经转移到家里来了 已经放在花园那边 他们已经躲在那个狗屋里边睡觉了 因为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今天是2022年的那个3月27号礼拜天啊 啊 这是一个非常难忘的日子 我一整天除了在拯救我的鸡啊 鹅啊之外呢 还有在拯救我的农田啊 我的那个小小的农田 啊 因为那里也是下雨下的好大 也是把那个农田泡水泡的接近都给淹掉了 所以我整个下午都在那里拯救我的农田 啊 现在晚上的话呢 还没吃饭 现在已经快八点钟了 等一会马上赶快吃了饭就去拯救 或者说不是拯救了 将我的鹅啊 还有两只小珍珠鸡给搬到家里来 那我怕今天晚上会继续下大雨的话呢 那今天晚上也许也会把它 淹死的 所以一定要把它们呃带回家 好 这条影片分享到这里为止 谢谢收看 哦 啊 啊 除了啊 啊 回馈我鸡蛋之外 又回馈我黄金 啊 那个 一坨石 一坨石 我们现在呢叫黄金啊 啊 谢谢 啊 谢谢你 谢谢你 不止有鸡蛋 连黄金也都赠送给我了 啊 真的好 真的好 真好 哦 拜拜 拜拜 分享到这里为止了 赶快吃 谢谢你